9月8号晚上,中国男足在大连缩鱼湾足球场外场继续训练 距离10号晚间中沙之战进入最后48小时倒计时 国足主力队员及阵型也浮出水面 9月8号晚间的训练是中国男足主场对阵沙特男足的赛前倒数第二次训练 9号晚间,两队将进入缩鱼湾足球场内场,进行官方的赛前踩场训练 在8号,中国男足教练组和球员一起分析了中日之战的七个丢球 从技战术层面交流了一些不足之处 在傍晚的训练,伊万也对和沙特比赛的人员组合和技战术进行了磨合 大家通过这三天的训练,包括恢复 今天我看到大家都是一个重新很饱满的状态回到了队里 就忘记那场比赛,就是往前看嘛 让大家重拾信心吧 平常心,就对我来说,就积极地去面对这些东西 在小场地12对12的训练中 主教练伊万基本上亮出了中沙之战的主力阵容 在442的常规体系中,伊万在封县安排了三名球员 届时的主力只需要拿掉一名攻击手即可 从训练来看,门将还是王大雷 四后卫在刘扬受伤退出的情况下,李磊担任首发左后卫 和朱晨杰、蒋光泰、杨泽祥组成后防线 中场蒋胜龙和李元一打双后腰 两边是谢文能和拜和拉木 三名攻击手是吴磊和两名规划球员阿兰、费兰多 这意味着阿兰和费兰多两名规划球员至少有一人可以进入首发 甚至可能同时首发 大家打的还是开放一点吧 只有打开放一点才会有更多的这种场景出现 这时候应该放下包袱全力以赴去提针对沙特的这场比赛了吧 希望有一个饱满的状态嘛 然后能够提出一场志愤人心 然后让国人满意的足球吧 9月10号晚间8点 国际足联2026年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8强赛第二轮 中国男足将在大连缩鱼湾足球场对阵沙特男足 田与金 chaos 小姐 中文夫的联系